相互陪伴 共同增长 大家好 我是顾吉哥 WiFi6路由器到底该怎么选 市面上有真正Made in Taiwan的路由器吗 还有什么是WiFi6的双平合一 我们在选购路由器时 又该注意哪些重点呢 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些观念 以及开箱一台Made in Taiwan 价格却才新台币2000多元 超越极限的路由器Dynalink AX3600 简单粗暴 我们马上开始 喜欢我的视频 还请订阅分享 加点小铃铛哦 你的鼓励 我的动力 首先要跟大家更正一下 在我之前的这部影片内 Dynalink路由器AX3600 我误指为它是WiFi6E的路由器 实际上它是WiFi6的路由器 在此也特别致歉 言归正传既然上了WiFi6的路由器 那就先看这台Dynalink AX3600路由器的测速结果 古迹哥工作室的频宽是中华电信 上传下载都是500M的网络 在双平合一的状况下 AX3600下载以及上传实测的结果 分别是526以及349M 这个结果绝对可以称得上是 跑满 跑好 令人满意 Dynalink AX3600 在外包装上就印着Made in Taiwan 相信大家都知道 现在电子产品要在台湾制造的 已经非常少见了 台湾制造也已经代表会有更好的品质 Dynalink AX3600 这台路由器的外观非常简洁美观 椭圆形的白色机体 无论放在哪一个角落都落落大方 前方只有低调的Logo 以及一个指示灯 后方四个1G的LAMPOL 一个2.5G的WAMPOL 一个USB3.0连接附 以及最下侧的电源插孔 它的电源竟然是支援100到240伏特的国际电压 硬体规格以及数据部分 Dynalink AX3600 采用的是高通2.2G 64bit的晶片 RAM是1G的DDR4L 以及256M的Flash 内建四支AirGain天线 无线网路覆盖面积可达140日频以上 支援连线200个以上的网路设备 传输速度方面 2.4G连线时网速最高1.2G 5G连线时最高2.4G WiFi6双平合一 网速之上3600M 这里跟大家简单快速的分享一下 路由器型号命名的规则 目前市面上一般有三种系列型号 它们分别是N代表WiFi4 并且只支援2.4G频率 AC代表WiFi5可同时支援2.4G 以及5G两个频率 AX代表WiFi6除了同时支援2.4G 以及5G两个频率之外 还可以双平合一 比如型号AC1750 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 AC就代表它是WiFi5的路由器 并且在2.4G加上5G 最高传输的速度总和是1750M 而这台Dynalink AX3600 AX开头 它就一定是WiFi6路由器 并且3600 就代表WiFi6的双平合一下 最高速率是3600M 这样大家在购买路由器之前 只要看到型号 就大概了解 它是地底带以及速率的表现了 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您学会了吗 我们接上电源 并连接上Wimpo之后 手机只要扫描包装盒上的QR Code 就可以轻松下载 并安装完成Dynalink路由器的APP 打开APP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设定好网路名称 跟连线密码之后 进入首页 您会发现控制页面 简洁到不可思议 只有简单的 以连线装置 家长控管 以及QOS 三个简单 却是最实用的选项 比如我们为每个 已经连线的设备命名 这样我们可以一目了然 目前哪些设备已经连线 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 如果哪些设备上网时出现状况 我们马上可以针对它 做故障排除 家长控管 也是家中有小朋友的话 父母可以设定 比如上网游戏时间的好工具 我们点击家长控管 新增设定档 并设定一个名称 比如GAN 然后选择要控管的设备名称 点击完成 最后就可以设定时间段 或是网路限制内容了 亲子之间充分沟通之后 再利用科技有限度的控管 或许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最后的QOS 是可以设定网路优先顺序 以及保障频宽的选项 QOS功能 结合家长控管选项之后 比如小朋友们在玩游戏时 可以设定为给他们优先 并充分的平宽 这样反而让他们玩得更尽兴 我们再看下方WiFi图案选项 这部分其实比较重要 系统预设2.4G跟5G网路是分开的 只要是WiFi6的路由器 我们就可以选择双平合一 因为WiFi6拥有比WiFi5多4倍的负载波 也就是subcarrier 所以双平合一之后 传输的速度更快 范围也更广 我用我的iPhone14 Pro 并分别用不同频率 在古希哥工作室的不同角落 进行实际测试 测得的结果 我列在这个表格之内 最让我吃惊的是 双平合一时 相较于2.4G或是5G 无论在工作室的哪一个角落 测得的数据都不会大起大落 非常稳定 因为网路的世界快 永远还有更快 但更重要的是稳定的传输品质 比如视频会议线上游戏 除了快更要稳 更别说是 如果家中有NAS等数据传输的需求时 传输品质的稳定 远比速度要来得更加重要 WiFi6比起前一代WiFi5的传输品质 不光是快还更广 如同北一高跟北二高是WiFi5 WiFi6就如同是把两条高速公路合并了 技术上面当然有很多的细节 我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Dynalink AX3600 这台Made in Taiwan的路由器 除了性能优良之外 价格更是凸显优势 比起很多动辄上万元的路由器 它的定价才新台币2890元 真是佛星又有良心的优质厂商 购买Dynalink AX3600的连结 我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内 您也可以扫描现在影片中出现的QR Code 直接进入购买页面 优质的厂商 优质的产品 需要大家的肯定跟支持 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还请订阅分享 加点小铃铛哦 你的鼓励 我的动力